原来合理化吃肥有这么多好处 如果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 明年应该可以卖得好价钱 加上产量如果也能提升的话 好想赶快改善我的茶园哦 那我带你去茶叶改良厂 找当初帮我的土博士吧 好啊,快走快走 土博士好像不在 我们先在这里等他吧 哇,原来肥料有这么多种哦 对啊,像是我们一般常用的那种包装化学肥料 或是像堆肥或豆粕等 就是有机质肥料 而以植物新鲜状态 使用于土壤中利用的则是滤肥 还有可以其他作物共生的微生物肥料等 原来我也有用过这么多种肥料哦 以前都不晓得耶 我也是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才知道呢 等会儿请土博士好好帮你介绍一下 透过本单元的学习 你将可以 一,指出施肥对植物的影响 二,指出各种常见肥料的种类及特性 还有请不吝点赞订阅